中国吉祥航空公司最近得到了公众舆论的瞩目 不过这个被网友形容是创造了百年航空史的奇迹 却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迹 吉祥航空公司宁愿冒着两架飞机可能发生撞击的危险 也不愿意避让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事件的经过 8月23号大陆微博中流传一条关于吉祥航空谎报油量 拒不避让险制卡塔尔班机坠毁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消息中说吉祥航空在卡塔尔班机发出国际救急信号Mayday的情况下 不听从空管指挥拒绝避让 最后卡塔尔班机落地后只剩下5分钟的油料 按照国际管理 术语Mayday与SOS一样都是国际紧急求救信号 一旦被使用 无论哪个国家或组织都能明白 船只或飞机发生了威胁生命安全的严重灾难 这个网贴引发讨论 经过多方消息证实 吉祥航空拒让事件确有其事 不过发生的时间是8月13号 事件并没有被公布 有网友说飞机上天100年来 至今还没有发生过飞行员听到Mayday后不肯让路的情况 吉祥航空创造了民航时 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飞机喊五月天不必让的历史 原大陆东航副机长袁胜向新唐人表示 航空方面的事故很敏感 当局在报道方面控制很严 就怕影响国际影响 航空方面的就是说这种有些危险或者撞击 或者是飞行事故 他都控制得很严 一有什么事情他就会马上把这个现场封锁起来 然后记者会进不去的 然后他会到后想出一个 就是说统一个怎么报道的方法 然后呢 有个别记者 他才就是按照上面的那个意思 就是按上面的指示呢 报到什么程度怎么报法 他才有才报出来 25号 网上传出了一份据说是吉祥航空的安全警示通报 列出了8月13号 吉祥航空拒让卡塔尔航班的详细过程 对此很多网友都不敢相信 飞行员应无条件执行航空管制指令的 这个机长居然不听 应该以故意谋杀罪起诉 如果今天是到底影响了 那两个飞机相撞 那是后果是不堪协限的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 而且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一个飞机相呢 现在的飞机指示都是可以坐一百多个人 如果两个飞机相撞的话 那就是上四百个人的生命就没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生死多大 这个是有多恐怕的后果 目前围观的民众都要求当局公布事件真相 24号吉祥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 所涉及的内容民航当局正在调查中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布任何调查的结论 不过结果如何 这起事件已经让吉祥航空的名誉扫地 有网友感叹 吉祥航空你真不吉祥 以后谁还敢坐你家的飞机 新台人记者长春 李静 李若林采访报道